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液方面的 很麻烦 你爸爸有沙业你知道吗 对 开过餐馆 我想问他 到底前世做了什么孽 今年这辈子身体这么差 什么时候上辈子做了什么孽 这辈子就在做孽 开餐馆 你不杀生的 他从16岁那一年就是有一次生病 然后就是一直精神很不好 我看看啊 你爸爸 过去生是个女的 所以你爸爸你别看他 他脾气啊不倔的 人挺好的 很要以帮助别人的 而且帮助别人非常细腻 像个女人一样 是的 反过来你妈妈脾气都很倔 脾气像男人一样很凶 对 是的 我妈妈脾气比较坏一点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还债的 你爸爸来还债的 我爸爸身体很不好 非常不好 腰不好 肠胃不好 肝也不好 心脏也不好 听得懂了吗 皮肤也不好 皮肤是后面 你要当心啊 我告诉你啊 他有很大的问题啊 就是灵性作怪啊 太多灵性了 他为什么梦到五六十个完人 时候全部都知道名字的 而且是 我看看啊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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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汽车 他有一 有一次 前世啊 有一次开那种大的巴士啊 大的巴士啊 整个巴士翻到沟里去了 巴士的人都死掉了 这些人你去问他 知道名字 但是他不认识的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全部问他要魂啊 那他身上很多灵性是吗 是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也不是很多啊 十三个 现在还有十三个 嗯 那他要念多少小环节 最厉害的是一个上面 一个女的 有点仙佳的意思 蛮厉害的 他可以让你爸爸痛苦 听得懂吗 对对对 你们家 你爸爸经常身体上 突然之间痛得不得了 就是他 你赶快给他念吧 他自己念 嗯 我看看他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嗯 五百六十张 五百六十张 换身需要多少 两千八百条 他的这个头脑里面是不是有一个灵性啊 有啊 就这个女的呀 是一个女的 你去问他好了 天天跟他讲话的 嗯 明白了吗 我们的就是猜测是不是他的父亲在他身上 不是 是这个女的 是一个女的 嗯 那他家佛台怎么样呢 哦 有一个老人家 嗯 有一个 也有一个老的 哦 嗯 鼻子呢 这个鼻孔有点看得见 明白了吗 嗯 颧骨有点高 眼睛倒很慈祥的 嗯 头发往后梳的 你去问问 你爸爸看 嗯 是不是他的爸爸 嗯 好不好 好 嗯 他家佛台怎么样 五三年的蛇 是不是靠左面了 他 你跟他住在一起不啦 不住在一起 不住在一起 他现在刚刚搬的 还不 呃 差不多半年的 骗左面的呀 他现在这个佛台 进门骗左面的呀 他后面是好像厨房这样可以吗 对啊 不好啊 靠窗户叫他 封掉半山窗户也可以 哦 不要靠着厨房 这样子 明白了吗 那他大杯粥挂在那厨房那里可以吗 也不大好 他吃全素吗 吃全素了 跟我妈妈都吃全素了 大杯粥叫他挂在客厅里了 哦 客厅虽然不大 但是还好了 嗯 好吧 嗯 你爸爸这个人人不错的 好吧 我就告诉你 暂时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的 哦 就是灵性多 嗯 怕神经病 其他没什么 嗯 这种病 台长钻看这种病 嗯 啊 医生这种 身体不好 去找医生去 嗯 啊 这个不好 你就找我了 嗯 听得懂吗 嗯 我专制这个 嗯 感恩师傅 师傅 我可以帮一个同修吗 因为是他结员给我的这个号码 82年属狗的身上也没有灵性 有啊 有灵性 小黄子 36张 放生需要多少 500条 500条 好了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 感恩菩萨 感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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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